大家好,我是April 今次想和大家一起逛山 最近天氣都轉涼,天氣也很好 想遠離人群最好的活動就是逛山 而我們今次的目的地就是 安平大草原 我們今次會從馬鞍山郊野公園出發 如果你們坐地鐵,可以在馬鐵行安站下車 然後坐的士上馬鞍山郊野公園 又或者像我們這樣開車的話 就可以沿著馬鞍山村路上去 車可以排在馬鞍山郊野公園旁邊的免費停車場 排好車後,可以沿著馬鞍山村路前進 路邊亦會有馬鞍山郊野公園指示牌 其實開始走的時候,都是沿著馬路走 有些行山人士會坐的士坐到最盡頭 亦會看到有些人把車排在山路旁邊 不過我們都是保守派 都是把車排在停車場安全一點 寧願多走幾步 說回這次的行山景 真是非常適合一家大小的 我家三歲的小朋友都走到 可以說男女路友都適合 不過要注意的是,途中會有很多分岔路口 大家跟著指示路牌走就對了 你會看到這條小溪 過了這條小溪,就是時候訓練你的體能 因為之後的路都是不停地上行的 而且山路都是用大石鋪繩 而不是用石屎鋪好的石級 小朋友和老人家走到這裏 就要特別小心了 當日我們走的時候都是平日 途中都沒有見到很多人 而且天氣都很好 可以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走了大約半個小時 便會到達一個涼亭 如果你已經走到這裏 恭喜你,最難走的部分已經過了 來到這裏會見到比較多人 因為這裏是馬鞍山郊遊徑和麥里浩徑四段的交合點 很多人走到這裏都會休息一會 而我們要走的方向就是要穿過涼亭 繼續直走 之後的路都會比較斜和平的 可以輕輕鬆鬆地走 走多大約10分鐘便會到達目的地 如果想繼續走 可以走上大金鐘 但我們這次帶著小朋友就不走上去 因為跳路都很斜 而目的地這裏都會見到一棵大樹 每次見到這棵樹都覺得好美 就好像迎接我們到達一樣 當然都不少得打個卡 走多幾步便到達安平大草原了 嘩,這裏風景真是好美 可以一覽整個西貢市的景色 還可以見到遠處的東壩 我們到達之後都急不及待 整好帳幕,吃個午餐 好好欣賞眼前的景色 小朋友亦可以在大草原風池練濟奔跑 亦有人玩滑長傘 不過當日風向不太穩定 所以沒有拍到他飛起 玩完玩都不忘要跟小朋友上Zoom 本身爸爸說想幫小朋友請假 但我覺得現在上學的時間實在太寶貴了 想讓小朋友知道上學的重要性 所以決定即使出了街 都要跟他一起上Zoom 上完Zoom之後又繼續玩一下 當然要跟漂亮的風景拍照 好想吧 玩了大約幾個小時之後 就可以沿著剛才的山路回去 你亦可以沿著馬安山交流徑 繼續走到西貢那邊離開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行山 又不想行得太辛苦 風景又要漂亮的話 這條行山路徑都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下次有什麼好玩好吃 就遇上大家了 拜拜 拜拜